老师这件我跟你说厉害了 每一件你都厉害了 不是 这件是我亲自买的 听说你很爱买 你什么都买 对 走到哪 买到哪 随处买 随时买 我觉得我要促进经济环容 这景气不好嘛 钱放在银行又没有升值 那花钱又很开心 买到好多东西 对不对 那你在哪里买的 这个是在那个浴室 那他厉害在哪里 他厉害就是 他开价是十万块 那一个人一直跟他杀 我就在旁边偷听 因为我喜欢嘛 就偷听 哇 杀到六万五 搞不好被他买走 我会很不开心 然后那个老板就六万 他成交了 可是他身上没带钱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小姐 你看了很久 联系 我说对啊 对啊 我说那你再杀一下 杀一下 然后他就跟老板说 好厉害 杀到五万耶 五万块耶 是 谁跟老板杀到五万 我旁边那个人 哦 旁边那个人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真的没带钱 他也很喜欢 他没带钱 他要去跟人家杀家 不是很怪吗 这个一定Sakura啦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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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身上口袋没有钱 跑去跟人家杀家 还去跟隔壁的小姐说 这好 这好 他说不买可惜 他跟你说不买可惜 他自己没带钱 就替你带钱 他保证我一个好处的 你自己有个认识吗 没有 没有 他就说 你老板吗 没有 也不是我老板 这样我跟你说 Sakura啦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是赚到了 你觉得是赚到后来他帮你刹到多少钱 5万 然后你就买下来了 马上买 真的 这个我每天 我都睡觉都会看一看 李老师 你看 琪妈是不是设施卫生 这个太珍贵了 够单纯的 够单纯的 那时候叫他抽一抽看 有没有神仙跑出来 那就可以买的 没有 他跟我说这个 这个是战国时代的 他跟你说是Sakura的还是老板 老板跟他在交谈 天哪 老板跟他交谈 对 这个是战国 战国时代的 民国初美的战国时代 好像差很久 军法时代 我非常有信心 你非常有信心 好 开心 那我们来尖架 老师请尖架 四万元 四万元 这样好像 那有什么好厉害的 这样好像 拿五万块去买 有什么好厉害的 这样好像 这个不是战国的 是吗 战国的 像这个玉上面 有很多的做旧的痕迹 像这些都是做旧的 是给啊 是哦 这些都是做旧的 真的 现代的 现代的 它是玛瑙 刚刚我请你老师看 它不是玉啊 就是玛瑙 玛瑙材料也很便宜 你为什么还估四万呢 材料也很便宜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的雕工嘛 这些需要 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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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玛瑙材质比较便宜 希望我女婿没看到 玛瑙比较便宜 她每次我买东西都笑我 回去都给你吐槽 对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 教授 那应该是Sakura吧 你们可能是很好心的人 没有 我买这个东西 要先研究比较好 这店如果是战国的 那是算千万的 你不可能用几万块买得到 我就想说我应该要 卖一卖可以去买一栋房子 我这每天都有 如果他们战国的 真的是战国的 它也不可能流落到一个 建国玉石 小的店里面 不可能 也更不可能流落到地摊 卖那个古董的 不可能 会不会是漏网之鱼 会不会是 大家都会这样想 都想说我会中乐透 就是因为这个心态 因为淘宝是一个 每个人的 基隆真的有一个中乐 中乐 那天我也有去逛基隆夜市 想说我哪不去买一张乐透 就是因为这样想 大家都有梦最美 就会去淘宝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喜欢收藏古董 因为古董大家比较不认识 所以有机会 老师还很有良心 你跟我讲两万 我可能就不想活了 对 他也没有骗你 如果这是战国的 那都是千万级的 对 不只卖 他卖你五万块也不算骗你 就骗你一万块而已 我只是觉得说 他们雕工 你可能觉得很好 很漂亮 但我觉得还好 是哦 我觉得普通 你去看真正那个 那个博物院里面的 好的玉雕 你去看那个工 比这好多了 这不好做 而且它才麻 不是玉 不是玉 对 感谢观看